我們現在硬體連接好之後 我們首先第一個 您可以先從這邊直接開我的範例 那我跟老師稍微提一下 我們那個RFID的積木在哪裡 因為它會回傳數值 所以是元件還是感測器 傳感器對不對 因為它會回傳 有沒有看到RFID就在這裡 裡面的積木也不算太多 就這幾個而已 有沒有就這幾個 所以呢我們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把我們的 那個網頁的互動區 先把它變成就是顯示文字 就好因為我要知道你手上那一張 磁卡或者是磁扣 到底是什麼號碼 你看我們先確認一下 你丟進來之後應該就是 預設的那個 這個有沒有 這個腳位應該就是這樣子 那你要偵測的話呢 我們RFID打開 有沒有一個偵測 這裡有一個偵測 到底偵測到的內容是什麼 這裡有一個 偵測到的代碼 可是不能直接顯示出來 因為要搭配我右手邊對不對 所以呢 我會搭配我的這個 顯示文字的這個積木 因為當我按下這裡之後 顯示 顯示什麼內容 是不是就是這個內容 這樣你了解的嗎 所以沒關係 你可以先拿我的這個 先試看看 你就把你的ID先填進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連線應該是OK的 所以這樣放進來 我們先測試一下 那您可以先把手上的那個 磁扣或者是那個 卡片拿出來 你看我先感測一下 有沒有看到我的號碼是哪一個的 這樣你的有沒有成功 一定要先取得啦 因為沒有人知道 你 你們家的火花是哪 所以你取得這個之後 你可以把 待會你可以把這個抠下來 因為我就可以用這個判斷 到底 你是誰 到底你是誰 那 所以先請老師你確定一下你的號碼 我們看一下 剛剛老師都已經取得了對不對 最簡單的當然你可以加上一個LED燈 對吧 其實 今天可能來不及跟各位介紹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三大平台有一個要註冊的 有一個要註冊的沒關係 那我就先不講 那你看我們講義這邊 這裡 既然你已經取得了這個 如果你最簡單的用這個有沒有 一個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可以把 就是如果 他有一個判斷的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如果偵測的代碼是你的號碼 磁卡的號碼 我就做什麼事情 這樣了解嗎 對不對 磁卡的號碼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程式 我先打開 不過我LED沒有接上去 然後 先不管它 我們 來看一下這裡 下面這個 因為我想要讓老師 玩一下多個裝置互聯 因為這是Arduino 我比較做不到的 也不能說它完全做不到 只是比較麻煩 那 我們讓它能夠連接 就是比較多的裝置 比較多的裝置 那以我現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就 除了這邊這一個以外 我再把 一個 LED燈 我再把它接上來 好不好 好 用這一個 用這邊這裡 剛剛我們玩的這個LED燈 我再把它接起來 再把它接起來 那 老師如果你們要兩個兩個玩的話 也可以 就是 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就是 你自己接一個LED燈 在你的上面也可以 還是你們要 玩一下那個Smart也可以喔 我這邊有兩塊Smart 老師要不要試看看 插電就可以用 你把LED都放在這個上面就好 現在老師手上有兩台Smart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這邊 我這邊也接上一個 我們先玩一次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在WebDuno裡面它要多個裝置互聯 是相對是比較容易的 在下面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已經完成了 我先打開齁 就是簡報的第93頁這邊 簡報第93頁那裡 有一個完成的 那你從這邊點開 那老師只要改ID就好了 比較快 在這邊 你看喔 我們今天開發版 我們是 原本是從這邊抓一個出來用 對不對 如果你有兩個以上三個裝置 你就再多抓一個出來就好 有沒有 我這樣就有兩個三個 這裡一個 這裡是不是也有一個 我另外一個是 馬克一號 那各位手上的是Smart 有沒有 你要改一下喔 你們手上的那個是Smart 所以你把這個改掉 然後把它的ID 把它放進來 那你確認一下它連接的腳位是哪一個 你們的可能是02或者是15 對不對 所以ID就是後面這個 對對對 其實因為它後來ID有變長 正式的 但是在教學單位裡面 它還是都用比較短的四位數而已 那 好了之後呢 我們從這邊 老師看一下後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們後面這個 開發版後面的積目有一個叫串連 串連 右手邊這裡 你就可以把它串連起來 好串連起來 那 我們在這個基木裡面呢 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這樣就好了 你看 串連起來 那串連之後要做什麼事情 是另外一個基木在做的 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邊 是不是兩個裝置 只是把它 硬體到底接什麼 是不是接好而已 那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麼勾好之後呢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串連起來 所以在開發版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 有要串連完成 就執行做什麼 也就是它確認了 這兩個基 裝置都在網路上的喔 我就可以怎麼樣 兩個互相互叫 好互相互叫 那前提就是 你必須把這個 這個勾起來 它才知道這兩個要串在一起 好 那你看我串完了 有沒有跟剛剛 哎 又忘記了 這裡 你看這邊 有沒有跟剛剛一樣 如果它偵測到什麼訊號 就顯示它的號碼 然後呢 如果它的號碼成功 我就LD狀態就切換 有沒有跟剛剛的程式碼是一樣的 都一樣喔 只是我把它變成兩個裝置而已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來做看看 一個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一個在我手邊這裡 在這邊 所以我先把它Play一下 確認一下 我先確認裝置 那我把這個東西 我就來感應一下 好我剛剛有檢查到就是 我那個接錯的齁 所以你看 有沒有關掉 再過來 這樣就像我們 住住商店一樣 對不對 那老師也可以試看看什麼 那個磁卡 因為兩個 它的跟磁扣是不一樣的 那個號碼 那所以我可以增加嗎 可以可以 比如說你去多買幾個那個磁扣 有沒有 那你就可以發給 其實這跟我們一般在社區 跟那個大樓 比如說電梯啊 是不是都一樣 磁扣不貴 如果那個再多抓幾個就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把他的那個 卡的IP放進去 對對對 就你去辨識好就好 所以為什麼 我們一般的大樓也是這樣 就是你拿到的卡號 他有登記啊 他才知道那是你的啊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啊 他裡面的就是 裡面這個 我們IC版 就跟他的概念一樣 所以這樣 所以我說Webdino好玩 就是說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想到很多 可以跟私人生活裡面去玩 這樣子 這樣比較生活化 對比較生活化 就跟機器人比較不一樣 機器人沒有錯 一開始也許會覺得比較炫 可是如果以要做生活上的應用來講 可能他就比較 Webdino就比較不像是玩具 當然他也有所謂的自走車啦 這一個是 一個自走車類似的概念 直接無線 就是透過網路去連線 對對對 對對對對 一樣的 因為一般來講 那個 那個 沒有 這個是固定的 對對對 他沒有寫入 他等於說 那個 他已經設定好了 就是號碼 欸 這個我倒不知道 可能要問一下 嘿 好所以其實老師 我們透過這樣在玩的話 是不是真的 就比較有意思一點 而且都是我們其實 生活上就會怎麼樣 就會用到的 蠻好玩的 那你要三個裝置 行不行 也可以啊 其實 這個就是物聯網的概念 對不對 因為當你的裝置都連上網路了 其實對 所以 程式來講 我只是要呼叫那個ID 我就可以控制他 齁 OK 那我們今天 就大致上 先上到這邊 好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個三色遊戲 沒有要講到 好 謝謝老師 谢谢大家